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軒 我是盈Mail 我們是Mail導致 我們來到台中 這次遊遊台灣台中天 我們是會來五天的 想知道我們這五天做什麼 記得跟著我們來吧 很快搭了一個小時左右 就來到台中 是比起原定時間 我想快了半小時多一點 來到這裡拿完行李之後 買了電話卡 就打算下去搭車了 誰知道臨上車之前 我們發現原來 我們本身那張遊遊卡 是不夠錢的 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職場上網去看 在哪裡有增值 一些blog 它就說全台灣的機場 一個卡是不能增值的 就是可以新的卡 才可以增值 舊遊的卡是不能增值的 我看到一些blog說 在台中機場 你要走出去 不知道哪個便利店 才可以增值到 但是剛剛我們上來去問人 原來在中華電訊 那裡是可以增值的 這次我們就沒有租WiFi蛋了 就買電話卡 我事前在上網賣了 來到這裡就去中華電訊 拿卡 一插下去就可以了 要特別留意 它是送一天的 假如我來六天 我就買五天就可以了 它好像有三天 五天七天這樣 詳情我可以放在說明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我們就去搭巴士 首先去到民宿 放下行李 雖然未能確認 但放下行李之後 就先看看做什麼 這裡好像比較簡陋 但是有個好處 就是人不是很多 很多東西都是很快便可以做到 譬如我們入境 過關 拿行李 各樣東西 這裡就是的士站 我事前有上過貝包客站 去看 台灣人又說 有機會可能你坐的士 價錢就很高 所以他們就教我 去下載一個 叫Food叫小王的APP 那個就好像Uber 可以去給評價 會跟回跳標 就不會說 要跟司機去交換 究竟是用多少錢 去哪裏哪裏 這輛車全部都是公仔的 你們看不看得到 我們現在就等302號巴士 去科博本站下車 就是去到我們民宿庫敏的那個站了 我們坐了半個小時 就下車了 我第一次坐巴士的 就是在 我第一次在台灣搭巴士 這要上車下車 就要搭卡 我們已經把行李放在B&B 不過還未確認 只是它可以讓我們 放行李上去 進去 還看到上一手 那些髒垃圾的東西 現在我們就去 秦尾成品那裏找東西吃 由我們民宿走 去秦尾成品 只是大約10分鐘的路程 位於台中公益路的 秦尾成品六元道 原本是一個 半廢氣的停車場大樓 在秦尾和成品團隊接手之後 為了令這棟建築物和附近周圍 例如市民廣場等等 那麼綠油油的環境融合 堅守自然的理念 結合幾百個專家排除萬難 打造了一座植物和建築共生的 都市立體花園 這裏都是台灣第一座大型植生牆 外牆一共有12萬棵植物自然生長 而為了令植物和建築可以永續共生 這裏的植生牆還配備了完整的灌溉系統 令植物可以循環自生 無需更換 而建築物裏面有各類食市、精品、超市、書店 簡單來說就是一座購物中心 現在我們去了勤里天地 打算找東西吃 剛才看到有春水糖、意粉 然後走一走看到有餐廚 看到也挺便宜的 鮭魚子、三文魚子 都才是60元台幣 即是15元港幣 15元港幣在香港吃三文魚都吃不到 試試看吧 看看待會來到是怎樣 雖然香港有一間差不多名的烈食壽司 但是來到累累地 爛得繼續穩飲食的情況下 就進來了 想著吃一兩碟 就算不要吃 都可以隨時走人 這裡用平板自在點餐 我個人就挺喜歡這種形式 而壽司的款式都相當多 價錢還很便宜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垃圾 我們就吃完了 質素如何呢 我覺得就 不可以說它很好 但是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是收貨有餘的了 而且它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我們每人都有部機器去點餐 那怎麼夠某一個價錢呢 它就會有一個小遊戲給我們玩 剛剛我旁邊這個人很幸運 不知道怎麼亂按 就按了中了一個獎 然後就有一個葡萄醋送給我們喝 所以就挺新鮮的 因為香港沒試過有這些東西玩 日本就有的 以我所知 香港就好像不多說了 好了 現在吃完了 那我們就上回去看看成份 但是來到我想不會買書吧 重到死吧 是呀 姐 是呀 姐 我們一會兒走去審計新村那裡 先看看車 這裡隨時給車 大部分的路 是沒有行人路的 要走出馬路 香港人可能會覺得 不是太習慣 因為很多電單車 在身邊走來走去 不過暫時來說 上算就OK 因為都不是太多車 即是香港就很多車 這裡又不是太多車 我們一邊走 就是我們這裡一邊走 建築物有些都挺有特色的 審計新村原本是省政府時期審計處的員工宿舍來 方廢了多年之後 政府就將這裡重新規劃 成功轉認為民創墜落 這裡的面積雖然不算大 但老舊的建築混合各種不同風格的民創小店 就算你不喜歡買東西 但這裡我覺得 只是拍照打卡 都是台中一個非常值得來的景點 來到台灣 我們有攝製人來的攝製隊 不知道 這是什麼藝人 我不太吃 走走走 我們就進了這間店 吃過意大利手作雪糕休息一下 當我們看到雪糕名字奇奇怪怪 有選擇困難症的時候 親切的老闆娘就大大根不給我們試吃了 黑色你們大家猜猜是什麼味道 是橙味來的 我們現在就買了兩球的雪糕 一個是貝尼香 即是甜酒 一個是鐵觀音來的 80元台幣 即是大約30元 我覺得蠻好吃的 還有一個手工餅乾 在心計新村拍照打完卡之後 我們就去了台灣唯一的國家級美術館 亦是亞洲最大美術館之一的 國立台灣美術館 不過由於事前 亞套沒有做功課 去到才發現當日星期一是休館的 所以只拍了幾張照片 我們就回民宿休息一會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這次旅程住的地方 這間話就說是一間民宿 其實實際上是一間商務旅館 我們逐個部份去看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廁所 好了 這裡就是廁所 廁所一般的用具都有 牙刷、灰、毛巾、馬桶 然後這個就是浴室 它沒有浴缸 但是一個浴室房子 都蠻大的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盆 有些杯子 但是這裡就不能自己煮的食物 下面有個雪櫃的 小小的雪櫃 不過摩洛都不冷的 這裡就有個類似 小小的冰箱 但是我想都不太冷到什麼雪糕了 因為裡面真的不冷的 好像不是太冷 好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床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我們兩個瘦人 就應該沒問題的 看到目前為止 可能大家都不覺得 這間房子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間房子最特別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這麼開陽的景 都蠻漂亮的 可以看到台中市的風景 我想晚上會更加漂亮的 會拍一些漂亮的夜景給大家看 Room Tour就大約來到這裡 然後實在太累了 因為我由昨天下午12點 然後上班 直到現在第二天 下午4點多了 都沒正式睡過 所以就真的要休息一休 我們今晚就去夜市 可能去吃東西 那在夜市裡再見 多謝大家看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給個讚 和留言 令更多人看到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馬上收到通知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掰掰 我和我最後的倔強 我緊雙手絕對不放 加一站 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不能絕望 我和我 較好的倔強 我在風中大聲的唱 這一次 被自己瘋狂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強